小舞王、小舞后 好看又好笑 他每天我們都會做仰落起座 還有背肌 GINO哥哥 你有去健身房 健身對不對 沒了 起碼一點 好,上來 停 撐十分鐘 不用了 凱傑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表情出現 對啊,為什麼 我是一個 吃他 初一、十五怎麼會吃... 初一、十五應該吃素啊 不是 你們練這支舞的時候一直在笑 為什麼呢 那個人在唱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好笑 美國搖滾天團 對他說很好笑 我們在台灣這邊跟你說 幫不上忙 最緊張刺激的賽事 千萬別錯過今晚的節目哦 馬上來欣賞所有選手們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首先登場的是張凱傑、謝曼婷 宋耀誠、宋愛玲 陳品任、陳品瑜 排場舞 接著歡迎愛玲莎 以及劉宥辰老師 再來登場的是曾治豪與徐廷老師 以及金淵珍、吳京橋老師 最後歡迎節目主持人 最美麗的侯怡君 以及最帥氣的GINO 歡迎收看 舞力全開 謝謝所有來賓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好,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第九季 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已經要進行倒數第二週的比賽了 是的,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目前暫時落在十二曲舞 安全名單之中的有 郭亞棠、陳亮澄 童韋傑、李又汝還有潘映竹 而啦啦則是落入了敗部 好的,今天又有三位藝人 要挑戰他們的最後一支舞蹈 馬上歡迎三位藝人 以及他們的指導老師 來,請往前一步 歡迎曾治豪、金淵珍、艾雨莎 以及他們的指導老師 好,直接問好了 因為今天我覺得命運安排得 挺巧妙的 你們三個的積分其實都是 一模一樣 變漂亮 幾分你會記得嗎 168.42 你好會計較哦 沒有啦,記得很清楚 很在意這樣的賽事 還好,這是我入行以來 最大的尺度的一天 你是講真的嗎 我從來沒有這樣露胸過 真的啊 那我覺得沒有違和感 其實你今天穿這樣子還挺帥的 對啊 而且你腰風擺得滿高的 就不會顯得你腿短了 所以你覺得他本來是... 本來是比例還不錯 就是正常的四、六 今天這樣穿起來就三、七 更棒了 4.2、6.4 你有沒有信心 可以進入我們的冠軍賽 你感覺很輕鬆耶 一直在自嘲啊 因為我的輕鬆就在壓迫我的緊張度 因為分數就是很寫實的東西 我是覺得 就是把老師教我的東西 我有做好 然後我沒有對不起自己就好了 很健康的心態 可以繼續保持下去的話更好 好 加油 但是淵珍的話 會不會緊張呢 不會 為什麼 都開心就好 對 這個滿自然的好笑 開心就好 有進步就好 跟自己比賽 對不對 對啊 那雨莎 其實我覺得你挺有潛力的 雖然你是一個外表 感覺是很柔、很溫 可是事實上 你的內心還滿剛毅的 對 所以你會很在意 有沒有進入我們的決賽嗎 我其實在意的不是輸贏 可是我在意的是 我有沒有時間可以去把一個舞 準備好 然後呈現給大家看 沒關係 任何一次的表演跟比賽 我們一定要盡全力 對得起自己 然後跟自己的指導老師 跟支持你的人 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 更何況 還沒有比什麼都不曉得 尤其是誰先出場 順序就要交給老天爺來決定了 我們抽籤 好,我聽到今天 金淵珍偷偷的說我想第二個 我想第一個 你想要第一個 對,我們也真的 因為這些衣服很熱 到底誰是第一個呢 歡迎 結果是金淵珍 對 那曾智豪啊 王 我告訴你 OK 王 糟糕 我們馬上歡迎英智豪 Vicky老師帶來精采的表演 面對陌生的國標舞 從未放棄的曾智豪 從第一回合聲色懵懂的模樣 到第二回合舞技大爆發 分數不飛猛進 讓大家刮目相看後 在面對重要的第三回合 他將選擇以什麼樣的舞 來拿下高分 進入安全名單呢 第三支舞蹈我跳的是鬥牛 這一次最嚴重的部分 就有一個問題 是我的框架不是很好 框架就是我心裡拔的 比如說肩膀 比如說頭、脖子 這隻手指的第一 來 挺胸 起來 這塊出去 這一段挺好 現在這就是關節很好 就是這一塊還是要挺好的 扶好你的背 扶好 扶好你的背 扶好你的背 扶好 Vicky老師不斷提醒智豪 維持身體的框架 但對鬥牛舞不熟悉的他 卻常常把帥氣的姿勢 做得很滑稽 這是因為有一個動作 是要像這樣子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一個框架一個手要這樣 反手這樣 虎口這樣 但是呢 我剛才老師在教我的時候 我會變成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好像在廣場舞 在彩虹舞 而且我不自覺的 陶在跟著要 這樣歪這樣很好笑 1 2 3 4 5 6 7 真的 你為什麼要把鬥牛 跳成廣場舞 點 按著點 馬上換 馬上換 不是 嘿 嘿 是吧 至少它有一些屬於 它自己個人特色 很不一樣的協調感 就會讓它很多動作 在動作質感上面是變形的 1 2 3 4 5 7 你家 你有沒有放手 我跳到那邊 你會笑嗎 上當舞 太好笑了 太好笑 太好笑了 由於遲遲無法理解鬥牛舞的舞蹈 細節與精髓 這也讓曾志豪心有餘而力不足 好啦,有個不過了 其實這一次的舞蹈 我練到前陣子 其實越來越有用 精神崩潰的感覺 因為其實老師教的東西 我知道要幹嘛 可是我就是沒辦法做到 我要做的事情 我就會很氣自己 所以氣到呢 我歐到我自己頭去撞牆 怎樣 沒有,你... 我覺得不貴 對不起 很難 而且上次分數還不錯 恐怕的是分數很慢 因為其實快錄影 然後自己 也是會給一點自己的壓力 還是多少會了 總不能讓老師每一集就哭了 對 所以一定要有繼續努力 曾志豪為了不辜負老師的期望 把握時間 勤奮練習 只為在比賽當天 拿出最好的表現 而其他選手 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雖然除了他們腳性 不一定有這麼好的力道 我覺得他們的力道的展現滿好的 就是有盡力的感覺 所以就會看得會讓人 一直會想要看下去 對 我覺得男生跳得滿好的 就是... 對,動作先讓他看 就是... 而且他有無故記得 太強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曾志豪 今天我用鬥牛的舞蹈 來震撼你們的視覺 都在想要看 那我會想要看 我覺得他會有什麼好 那我會想要看 就是這樣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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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最好的朋友 我愛你更多 你會知道 我永遠不會讓你離開 謝謝曾志豪、徐庭老師帶來的 《奪人所愛》 用非常經典的恐怖電影 來詮釋鬥牛舞 我覺得還滿適合的 他的情緒還有舞蹈是慢慢堆疊 一直往上去 有 再加上志豪他那種 非常誠懇認真的表情 我覺得層次感做得非常非常好 很喜歡 謝謝 謝謝 而且兩位這次選的題材 超特別的 眼尖的觀眾朋友看得出來 這是很有名的 兩大恐怖電影的人物 對不對 沒有,安娜貝 安娜貝爾啊 然後這是 誰可以想到這兩個人會湊在一起啊 所以最厲害的是 安娜貝爾配奪魂劇 放的是恰吉的音樂 是嗎 我們三大好萊塢影星合作耶 你怎麼沒有想要 扮演恰吉那個角色 因為怕扮得太... 你很適合耶 挺像的 你好適合穿條紋 然後再加個吊帶褲 好多這種衣服啊 對啊,怎麼不試看看呢 不是,因為怕說穿吊帶褲 就有失國標的那個感覺 我怕我穿得太休閒的話 他的實力沒有那麼好 真的 也不用那麼... 也不用那麼實話實說 就是我覺得 還要有進步的空間 不是,你講那麼多 他一句話我跟怡君姐就懂了 OK 最後選擇奪魂劇 還有安娜貝爾 對 你會擔心挑戰鬥牛這樣的舞科嗎 擔心慘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又跟上一支舞 完全截然不同 然後我本身是比較喜樂 比較嗨卡的 然後突然有一種層次 我突然有點可怕 對不對 對不對 心裡面會摸摸這樣 可是我覺得剛剛還滿成功的 那關於鬥牛的舞蹈的部分 你覺得有難度嗎 聽說動作還滿好笑的 想到這個就好笑 就想到 我很像一個海裡生物 你知道嗎 因為剛剛有一個舞是這樣嘛 然後這樣 然後我一開始是變螃蟹走路 然後這樣 然後他說不是這樣 鬥牛不是這樣 不要這樣跳 然後才慢慢糾正我 就是我很難知道 他原來原型是長怎樣 你說正確的版本吧 對 差很多哦 你再做一次 然後給大家看錯誤的版本 一路跟著 他後來有進步 變成會跳躍的螃蟹 對,後來昇華 真的,我真的... 還是螃蟹 我真的從這樣子練起來的 不然我真的不會 好,那你認真的做改良過後 就是很認真的版本 有差 而且差滿多的 這是最好的 不能更好的 他常常講這句話 這是最好,不能再更好 還有... 你教我那個有沒有那個 對,我一開始示範 我就說... 這個叫什麼 對,結果... 我會 對,老師,我跳的... 我跳的都是這樣子 老師,音樂請下 對 你這個動作沒有違和感啊 對 好適合挑 可是就不是... 是你跳 我要考慮保留 因為好看 真的啊 那個反差會很大 但是就跟鬥牛原本來的 基本動作是落差太大了 對,他就跟我說要糊口 我說糊口不是在哪裡 什麼糊口 他說這個糊口... 你不要鬧啦 我就聽不懂嘛 因為我都會誤會他 他說糊口這樣 然後不能變上 變歡迎光臨這樣也不好看 要變下的這樣子 他都在糾正我的姿態 的確確是下了苦功 不過整體而言 我還滿欣賞 滿喜歡這個層次感的 我們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藍波老師 要說這個表演 一流的主題 一流的設計 一流的編排 謝謝... 謝謝... 我剛才你在做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終於看到 其實你可以認真 你認真其實不搞笑 是厲害的 就有點... 原來你是可以這樣 穩穩的... 那舞蹈編排的部分 我覺得老師用那個玩偶 真的太加分了 我跟你講你要是沒有那個玩偶 他擺那個姿勢他一定是這樣 郭富城 一定就糟了 因為他完全沒張力 沒有拉弓的那個力量 他完全不會做什麼延伸 跟拉弓的張力不完全 所以可是拿了那個東西的時候 好像還可以啦 就是救了他的一個部分 然後今天我看到的是 志豪他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相信都是這個字 好可怕 我想停止 這個舞台對他來講就是停止 但是我個人覺得 最重要的是 每一個人小小的勇氣多一點 恐懼跟害怕少一點 他就會讓你一步一步 開始慢慢的往前進步 加油 謝謝 好,謝謝藍波老師、志豪 在這邊跟你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比賽是十二取五 那以我們的賽制呢 你這一支舞蹈必須要超越84.5分 你才有機會 進入我們的安全名單 相當困難 我們期待你可以拿到這個分數 曾志豪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接近囉 到底行不行 變慢囉 84.45 謝謝 謝謝 藍波老師84.6分 其他三位老師84.4分 總分252.87 很遺憾 沒有辦法進入我們的前五名 暫時落入敗部復活 好 曾志豪跳脫詭諧搞笑的形象 帶來結合多部經典電影元素的表演 並完美呈現出鬥牛舞的氣勢 下一組藝人 來,換你決定別人的命運 左還用 好 中間 對不起,兩支籤有中間這件事 所以我就回到好中間 他們的默契我們無法懂 我們歡迎 金淵珍 金淵珍 被他說中了耶,真的第二組 馬上歡迎金淵珍、吳京橋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前兩回合 金淵珍雖然成績不勝理想 讓他排名目前落在後段班 但甜美可愛的形象 依舊讓人印象深刻 而面對強敵環四的第三回合 老師選擇淵珍 熟悉的倫巴舞科來應戰 原以為能輕鬆駕馭的他 卻發現 每次舞蹈 我覺得感覺不一樣 上次的話需要彈性感 但是這次的話 他要腳伸直 所以我覺得不習慣 3 不要彎 對,都伸直了 伸直 對,伸直就好 不要彎 三次 3 4 1 伸直 你看他沒有伸直 都彎彎的 對,伸直 因為上一支舞 我們跳捷舞的時候 我希望淵珍的腳是放輕鬆的跳 所以我沒有要求他膝蓋伸直 可是他在最後一支舞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太鬆了 所以他的腳會有一點點 在上中心的時候 沒有辦法把腳伸直 幫他腳伸直 幫他腳伸直嗎 對 為了讓表演增加精采度 老師更在舞蹈中 加入了高難度動作 但也因為過度的練習 導致淵珍身體出現了狀況 可能因為做的次數有點過多 所以他有一點點受傷 手 對 對 不要怕 然後手往後放 好,起到 就這樣跳 我們就這樣跳 好,起 1,2,3,下 身體 這個也要用 對 好,停,快 好,好,好,好 好,好,好 今天還在痛嗎 對,還真的痛 我不是故意喔 因為老師很努力教我 可是我現在骨頭很痛 我很擔心沒辦法上場表演 我覺得你等一下還是去看個醫生好了 對 看個醫生看看醫生怎麼說 這個地方 有嗎 有什麼 醫生 這個這個 醫生 遠一點 這裡泡泡泡 這裡泡泡泡 對 那裡 這裡泡泡泡 當然這裡是胸潰的地方 大概比較下沿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要翻面炸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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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他一直出來了 那個X光來了 你要斷 斷掉嗎 我不知道 那如果斷掉怎麼辦 X光是沒有看到有明顯的裂 我跟他放很大了 沒有看到明顯的斷 但是已經很厚 我還是相信他可能有事 那所以可以用這些紮貼 給他再補便 聽完醫生詳細說明症狀之後 冤真小心翼翼的與金橋老師排練 就怕加重疼痛 影響舞蹈的完整性 到了比賽當天 他能克服身體狀況 完成表演嗎 而其他藝人選手 看完他彩排之後 有什麼想法呢 這完全是被女生給吸引的感覺 我也要看起來很長 看到都撒掉了 因為我整個腿 他的腿真的是長 你知道嗎 完全你懷殼不在痛 因為他的腿太強顏 對 不是因為不看他的舞序 而是因為他的腿太強顏 如果一個腿可以被一直欣賞 在國標舞是一件好事 大家好 我是金淵珍 今天的我 要再次挑戰倫巴 加油 來 來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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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ll feel your touch in my dream Forgive me my weakness But I don't know why Without you it's hard to survive 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 I get this feeling And every time we kiss I swear I could fly Ca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 I want this to last Need you by my side 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 I feel the static And every time we kiss I reach for the sky Ca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slow I can't let you go I want you in my lif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I get this feeling And every time we kiss I swear I could fly Ca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 I want this to last Need you by my side Do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manifesting Don't you leave Po short Arena 兩位都落淚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故事 這是真實故事嗎 我的故事 他不知道後面那一段 最後面那個聲音嗎 包含彩排的時候 我都把它卡掉的 對 難怪 對,所以他後面聽到了 他熟悉的東西之後 他其實有一點點就是... 情緒崩潰 你又是這個嗎 對啊,我說叫你仔細聽啊 這是不是你嗎 所以最後那一段聲音 是淵珍自己的聲音 不是 是誰的聲音 這是他經紀人的聲音 所以等於是他經紀人 對 私底下錄的 他也沒有跟我說 但沒有跟淵珍說 都沒有人跟他說 難怪他自己就是... 怎麼有這個東西 然後情緒就崩潰了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那一幕 是最真實、動人的一幕 可以跟我們說說這個故事嗎 對,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本來就設定他第三組會繼續跳倫巴 然後我就想說讓他跳一些有關於關心關愛的東西 然後就在有一次過程 練舞過程中他跟我講了一個 他是現在發生的故事 然後我們就決定用這個故事來呈現 這個舞步練習的時候 突然我的狗狗生病了 然後有一天妹妹跟我說 好像狗等我 因為醫生說他已經太老了 有點來不及 什麼出藥都來不及 然後我妹妹說 好像等你呢 那個時候我真的很難過 然後我跟老師練習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專心練舞嗎 因為一直想狗狗的事情 對,所以今天錄完營 我要回韓國 晚上我馬上回韓國 看狗狗 毛小孩其實就是等於我們 家人 家人的一部分 然後他現在正在等著淵珍 可以回去韓國看他 看他 因為他生病了 的確這個舞序 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共鳴 哭得很傷心的KIMIKO老師 我想你應該有很多很多的感觸 KIMIKO老師 要講評這支舞好困難哦 怎麼了 你碰到什麼困難 因為我去年那個 養了二十一歲的貓咪 也是這樣離開我 二十一年耶 對 很長瘦 所以我剛剛看到那個 真的受不了 我必須說 我覺得我在這三支舞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 淵珍發自內心的笑 淵珍其實是一個 把護色比較強的人對不對 是嗎 對,他是 他都是苦往心裡面悶 然後跟塞 然後包含練舞痛 他也是塞住 然後等到 等到我去逼問他 他才會告訴我很多事情 對,因為這很容易讓人家 誤以為為什麼好像沒有很積極 為什麼不能再用力一點 然後好像讓我們覺得 企圖心強一點 所以我覺得金曉老師很厲害 你找到他的安全感 是來自於另外一份 跟他可能比較長期相處的情感 然後他就會很安心 把自己的那個力量慢慢的傳遞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支舞很好看 然後我覺得你可以開始對自己 有一些信心 然後去試試看 不一樣的舞風的嘗試 然後我們會看得到 好,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KIMIKO老師 我覺得今天的... 目前對原生的這個講評 也挺有深度的 完全是在從心裡面去挖掘 你更大的可能性跟張力 對 因為畢竟一個人 要到另外一個國家工作 很辛苦、很孤單 然後居然又聽到了比較 很難過的事情 但是他還必須在舞台上 做最好的呈現 這一刻的他 我覺得大家要給他一個掌聲 他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 不過現實還是現實 因為這支舞蹈 我們幫你計算過了 你要超過84.5分 才能夠擠下潘映竹 進到我們的安全名單 有信心嗎 有的話很好 有的話很好 沒有也可以 是 有的話很好 沒有的話也可以 下次一定會有機會吧 對啊 是 還可以再來啊 對啊 我相信今天的舞蹈帶給你 跟包括KIMIKO老師那一番話 帶給你應該有更多的力量 跟信心 祝福你 可以進入我們的安全名單 淵珍到底有沒有辦法超越84.5分 進入我們的安全名單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分數滿快的哦 來到84.3 84.35 還有沒有 好,就是84.35 很遺憾沒有辦法進入我們的 前五強冠軍賽 暫時落入敗部復活 好 喜歡這個舞台嗎 喜歡 喜歡台灣嗎 喜歡 喜歡我們嗎 喜歡 為什麼 為什麼你喜歡我們 感覺到 感覺到什麼 馬先生,你盡量說 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他說他感覺到關心 你感受到我們對你的關心 還有什麼 老師的愛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感覺金翔老師真的很照顧淵珍 相信在敗部復活 淵珍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呈現的舞蹈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 優美舞姿的倫巴 把金淵珍的優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而今晚的表演 除了舞初對老師滿滿的感謝之外 離鄉背景的他 更道出對毛小孩的思念之情 好的,觀眾朋友 最後一組的愛雨莎跟柚子老師來了 祝福他們 期待他們今天也有精湛的演出 歡迎他們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在前兩回合積分賽中 無論是動人柔美的倫巴 或是輕快俏皮的捷舞 都難不倒熱愛挑戰自我的愛雨莎 而在面對最後關鍵的一戰 他大膽選擇了 從沒挑戰過的恰恰舞科來應戰 但沒有想到 他卻連最基本的拍子都無法掌握 這一首歌呢 它的拍子我覺得不太好抓 這一支恰恰 我就有點抓不太到 什麼時候一停 然後有時候又刪的時候要停 走這邊拍一次 2 & 3 & 1 2 & 3 因為這支舞的編排 有比較多的碎拍 我有比較多編排在半拍的位置 2 & 3 4 那邊要停拍 這邊的拍子比較特別對不對 他們一直都會有 後一拍再走 所以你都會有一個 後一個2 & 3 & 4 & 1 所以會讓他的拍子的節奏 變化比較多 那為什麼有時候是1要停的 所以有時候是1跟3都要停 你要怎麼去抓什麼時候1 3點 通常正常 恰恰的狀態在1拍 可是我們剛剛那個叫做 比較跨怕恰恰 它是恰恰裡面特殊的一個時間拍 它會特別是讓你在前拍hold住 後拍動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剛好 它就是每兩拍會動住 所以1 2 & 3 拼手 1 2 & 3 所以你的2都是不動 所以講解他一點 就是說我們2拍不動而已 兩次都是2拍不動 你搞得懂嗎 對 加油 怎麼會被這些拍子引倒死 除了瑣碎的拍子 讓愛雨莎無法理解吸收之外 就連身體的協調性 也是他遇到的一大問題 因為恰恰本身 它是一個身體動作很多的舞蹈 再加上它的音樂性 又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讓雨莎有很多地方 我都希望他的手部 可以稍微的固定 然後去做一些協調性 讓他的動作看起來更完整一點 2 & 3 & 4 & 1 & 2 然後你的手部的線條 框架毛布的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 可是你的手肘的位置 比較容易處理一下 所以會導致你的手 雖然在動力跑 可是看起來會比較重要 在這邊打 那我之前會要你把手肘 拿起來的目的 是讓他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也要給你一個東西 來練習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的棒子跟我的肘肘 跟我的肩膀盡量成績一次起來 所以 可以拔向後旁前面 後 可以是前面 2 & 3 恰恰1 恰恰1 恰恰 什麼叫 背出 恰 4 & 1 & 2 & 3 & 4 1 2 & 3 4 4 1 2 & 3 4 就是 這邊是可以 不是有的 經過柚子老師搭配道具 細心講解後 讓愛羽莎更明白恰恰舞科 所需的技巧 而到了比賽當天 美的羽莎 你怎麼這麼早就進來準備了 是道具啊 為了呈現最完美的一面 除了熟計五步之外 道具的準備也是不容馬虎的 愛羽莎在比賽前 一再確認道具的穩固及安全性 而到了正式彩排 其他選手對他的舞蹈 又有什麼想法呢 他很認真地在跳恰恰 可是他的舞序很精采 我覺得他滿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他有進步 他剛剛會有一點感拍 然後視線一樣 自信感還沒有出來 你要再有自信感 從這支舞 我會把他完整的跳舞 大家好 我是愛羽莎 今天我要用國標征服我的心魔 我長官 我現在就告一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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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愛語莎、劉宥宸老師 帶來的跟... 好特別的一支舞蹈 我真的覺得你是可以跳 而且你很能跳的 而且之前過往 感覺就是你很協調 但就少了一份力量感 但今天跑出來了 而且還滿狠的 尤其最後來一下 最後一下是不是 我覺得你沒有演耶 直接來真的吧 然後這是恰恰嗎 對 是嗎 怎麼有一種鬥牛的感覺啊 是不是 你也覺得嗎 對 好狠哦 可不可以讓我們再更深入了解 這舞蹈的意境跟要詮釋的那個... 李宗盛之前上一次他都有講 其實講到我心態裡 就是你講說 總覺得雨莎在跳舞的時候 就是差了一點什麼 我就覺得他少了一個就是 可以讓他發揮權力的感覺 然後就是 讓他可以分放出自我 那這一首歌有點是 他是一個自我已經完全被鎖住的人 然後有點像我們社會上所有的人 都是為了引流社會 然後我們會有點忘記自己本來的樣子 然後他的本來樣子突然梳醒了 然後想要奪回身體的這個權力 是 然後我是來跟他對抗的那個人 所以一開始那個枷鎖 就是在象徵這些東西 對 所以雨莎 你知道老師的這番苦心 跟他的用意嗎 知道啊 因為他有跟我討論 你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開始我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覺得老師專業的 他一定會給我最好的建議 所以我都是聽他的想法 然後如果中間我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能才會再跟他討論 對 然後你從沒有想法 到似乎有感覺 到今天完成的一個呈現 這一路感受是什麼 感受哦 或許你也可以跟我們聊聊 最後一刻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說 我會不會把老師踢受傷了 還是會擔心 就是叫他用力踢 因為反正我自己可以去受傷 對 對 老師的意思是說他夠強壯 對 對 所以你那一腳不會把他踢受傷 這樣反而可以很真實的呈現 勇敢的做你自己 那這一支舞的感覺 是不是這三支舞你最喜歡的 對 原因呢 我自己本身滿喜歡恰恰 然後再來就是音樂吧 比較有起伏的感覺 是,而且感覺好像很放鬆很自然 他就是很專注在做自己的表演 好像不用為了笑而笑 就是完全去享受這個舞蹈這樣 他喜歡酷的東西,我覺得 有個性,酷有挑戰 讓我們看到非常堅毅 然後有性感度的愛於殺 但是評審喜不喜歡呢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我很喜歡這支恰恰 我覺得我可以看得到 你想要勇敢的做自己 所以你在跳這支舞很酷 有努力的 比較汗一點的 然後很有味道的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的性感 那羽莎在跳恰恰的時候 你的腳法是很輕快的 然後穿著流書的衣服 讓你不得不用力 所以他看起來是有力量的 你的一開始你的solo 就覺得說 哇,你就是可以跳舞的人啊 那你之前在幹嘛 所以有時候老師放手 不一定是照顧著藝人 有時候會讓藝人是更成長的 尤其是羽莎她自己本身就是有能力的 那你這個恰恰讓我看到 基本也不錯啊 然後線條也很完整啊 然後表情又很自在啊 那我就不得不喜歡了 謝謝佩玲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謝謝李佩玲老師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分數了 邀請所有的藝人來到舞台中央 來,歡迎兩組 好的 觀眾朋友,今天三組呢 都是展現他們的實力 把他們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GINO 要跟羽莎報告一下目前的戰況 其實滿巧的 因為三組之前積分 都是16、8.42 所以你也是需要超過84.5 幹掉潘映竹 才能夠進到安全名單 你有信心嗎 要相信自己有 沒錯 好,我們只能期待 艾羽莎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能不能超過84.5 到底行不行 84.4 84.42 84.42 藍波老師84.5分 其他三位老師84.4分 總分252.84 非常遺憾 沒有辦法進入我們的安全名單 暫時落入敗部復活 獨具個人魅力的艾羽莎 今晚帶來動作乾淨俐落 充滿個性的恰恰 讓大家看得目不轉睛 可惜無緣擠進前五強 暫時落入敗部 本季第三回合積分賽 最後三位藝人選手 將在下週強勢來襲 使出最後壓箱寶 來完成他們的表演 前五強的安全名單 將如何洗牌 而敗部復活的藝人 也將正式出毒 好,其實我們馬上要進行的是 小小舞王、舞后爭霸賽 這一季的小舞王、小舞后呢 滿有趣的 沒錯,這個就是耀誠跟艾玲 他們是姐弟黨 跟大家揮揮手 好,另外一組 就是我們的品任跟品渝 兄妹黨 哈囉,歡迎你們 好,還有剩下一組 就是我們的楷傑還有曼婷 也跟大家揮揮手 他們不是雙胞胎 不是啊 因為孩子每一個都要 對不對 給他另外一個稱號 是 大家好,我們不是雙胞胎 但是還是要問到重點啦 就是兩組雙胞胎 你們除了在這個節目 之前在別的地方 比賽場合有碰到過嗎 沒有,但是我們有跟 凱吉和曼婷碰過 那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也滿想知道的 一定挺有趣的 好,馬上 第一組的參賽者 我們歡迎的是 陳品刃、陳品瑜 來自高雄的陳品刃和陳品瑜 這對兄妹黨 雖然才搭檔四個月 但是表現得越來越好 上一回合的倫巴 還拿到了單場MVP 相信他們今天一定會拿出 最好的舞技 贏得好成績哦 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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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選擇 中文字幕提供 謝謝陳品楊 陳品瑜帶來的 倫巴加捷舞表演 我記得上一次拿MVP的時候 是因為有... 好像有跳倫巴 所以趁勝追擊 好的一定好好的保留 然後再加上今天的捷舞 這是老師的安排 還是你們有加入自己的想法 我沒有很喜歡捷舞 可是他喜歡 所以老師加進去 讓我有一個挑戰 不喜歡會不會是因為妹妹 覺得跳捷舞很累 要很多肌耐力是不是 是 而且我核心也不足 我... 真的哦 自己承認 可是通常會不會是女孩子 這邊的核心 基本上要經過特別的訓練 要不然會稍微弱一點點 那就要特訓啊 有嗎 怎麼訓練啊 對啊 他每天我們都會做仰落起座 還有背肌 背肌也要訓練 對,這很重要 可是平常在家 要怎麼訓練背肌啊 對,我們很好奇耶 你們有什麼動作 可以示範給我們看嗎 可以 兩個一起示範可以嗎 背肌訓練 對 對哦 這個下背很累耶 那女生呢 你做不到十下就換人了 他做三下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不是可以一直喊 你會一直做嗎 三十九、四十 好棒 所以偏偏就四十下啊 對 這種感覺好像妹妹的背肌比較強耶 厲害哦 YINO哥哥 你有去電身房 電身對不對 沒有 喂 不是 蛋耶 我跟你講 過在運動的人 我挑這個東西我也理所當然 但如果平常不常運動的人 他能做就很不簡單了 我沒有說曾治豪 我沒有說你 那還是乾脆都講到你了 試試看嘛 試試看 歡迎治豪 還是他平常有在練 我不知道,問他一下 而且我想看什麼,你知道嗎 我想看燕尾福的人 做背肌訓練 你平常有在練背肌嗎 我平常比較沒有在練背部的部分 背肌 因為男生喜歡練胸跟二頭 對 背跟腿比較少練 很少 要不要試試看看 真的嗎 對啊 腰那麼難看嗎 不會啊 試試看嘛 那你要不要... 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啊 你幫他壓腿哦 我來... 好 GINO壓你 一句話,只有你才有啦 來 好,準備哦 先十個 預備,開始 一、二、三、四、五、六 慢一點 七、八、九 如果上來不要下去呢 預備 十 後三秒 三、二、一 掌聲鼓勵 哪裡痠痛 來,GINO哥哥換你,來 我 GINO,我在想他應該沒什麼問題 應該還好吧 但說真的 我練上背比較多 下背還真的比較少 好,我幫你 坐下去 他... 他說... 你坐太高 這樣子他很難上了 你快坐到我的欄尾了 再低一點啦 一、二 你認真坐 三 我認真了 四 五 五 六 七,慢一點 好,上來 停 撐十分鐘 不用啦 十分鐘太扯了 好,五秒 一、二、三 很痠 四、五 有 屁股都有在用力了 有耶 來 你這裡好硬哦 兩位大哥哥 你們覺得哪一個哥哥 做得比較標準 都不標準 那我們再加油了 是 我會回去好好練習的,教練 好 明天就健身房間了 好 我給你 好,OK 好,謝謝 謝謝 志豪 難怪他們這一次表現 會比之前進步 因為經過這個特訓 感覺這一次還滿有希望 我們來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竹男老師 你們今天跳的倫巴 比上次的倫巴 線條更好看、更優美 然後基本步的細節又更多了 可是因為倫巴的那個 四、一的那個拍 四是強拍 可是你們的四彎之後 那個彎拍 不是沒有停那麼滿 但是比上次的倫巴進步超多的 第二個就是重心還是 以捷舞來說太高了一點點 然後呢 我覺得你們核心很強啊 背也很有力 尤其妹妹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在拉背的時候 那個動作很標準 而且很有力 所以基本上 你們核心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的虛擬也是對的 只是再把那個捷舞部分的細節 再做好一點 繼續加油囉 好 謝謝老師 謝謝鄭竹男老師 不管如何 還是來看一下今天的分數 陳品任、陳品宇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平均的分數都還滿高的 暫時先恭喜你們 謝謝 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 馬上要歡迎下一組 我們要歡迎的是張凱傑、謝曼庭 來自三峽的張凱傑和謝曼庭 在前兩回合比賽當中 表現相當優異 兩次都拿下了 單場最高分的成績 今天他們希望能夠趁勝追擊 繼續拿到MVP 順利挺進冠軍賽哦 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各位觀眾朋友們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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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be right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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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張凱傑、謝曼廷帶來的捷舞加鬥表演 超級有氣勢 我還有好多好多問號想問 很多好奇的地方 我用倒序法好了 好 結束的時候,凱傑 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表情出現 對啊,為什麼 那個時候你要傳達的情緒是什麼 就是我是一個 他就是有一天我在一個都市 他就是看到謝曼廷很漂亮 然後就是在旁邊就 隨便拿一朵花要給他 就是想要認識他 然後後來就剛好遇到 初一、十五月圓 然後就變成了狼人 然後我就想吃他 然後他就吃說 初一、十五怎麼會吃 初一、十五應該吃素啊 不是 月圓嘛 夕陽跟我們華人不一樣 對,一定不一樣 我們老的聲音就要吃素 人人、月圓會吃 那就是 天還沒 量還沒變身完畢 要下評審 那個動作是要下評審的 就是說如果你們不給高分試試看 對 OK,我懂了 我懂了 像他的那個表情、張力 跟他的劇情是有符合的 好 那我現在從頭開始問了 來 我記得上次你們有跳過捷舞 對不對 對 而且表現得非常好 這一次為什麼要加鬥牛舞 問聖傑 剛過 對 然後老師就想說 就是用恐怖一點的來跳這一支舞 想要就是表達那個恐怖的氛圍 你們覺得用鬥牛舞來詮釋是最棒的 對啊 難怪你們剛剛那個氣勢 有把它掌握得非常非常好 對啊 尤其耍那個鬥牛巾的時候 虎虎身風耶 對,我第一次看到人家 是從地上耍起來的 老公,我們那一塊地 現在好乾淨哦 你這個很不容易耶 為什麼 你是自己本來就很喜歡耍鬥牛巾 跳起來有點帥氣 他的人生追求就是一定帥 對 想再耍耍看嗎 好 好,來試一下 來,為我們再示範一下 歡迎二位帶來的鬥牛巾 放單手 掌聲鼓勵 我真的覺得他們是表演型的舞者 越多人看著他們 他們是越有活力 對,感覺也越High 是 好棒的表演 是,那我們就聽聽看 評審老師的看法 KIMIKO老師 我超喜歡這支舞的 我給了我打的分數以來 謝謝老師 我覺得他們今天很棒的一點 是很多的細節度 你們做得滿清楚的 是你們有聽懂這個音樂 還有這個舞蹈 然後你們兩個要怎麼樣 變成是一對舞伴 一起表演的感覺 那只是我想要提醒麥婷 在跳鬥牛的時候啊 我發現你有一點點會駝尖的狀態 就覺得那個氣勢差了一點點 你做一個延伸動作讓我看好不好 對,對對對 然後你要真的做動作加表情 來,像剛剛那樣 掌聲鼓勵 最後還吐舌頭 對,而且我嚴重懷疑 就是你最後不是在嚇唬評審 你在對評審放電 對 所以他們那個表情 我只能說非常剛好 因為它是有戲劇的張力 可是你不會讓人家覺得 你很刻意 繼續保持下去 我覺得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好,再次謝謝KIMIKO老師 接下來我們要看分數了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歡迎陳品瑞、陳品瑜 凱傑、漫婷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目前來到84.4、84.5 還有沒有 84.6同分了 還有沒有 超過了他們的分數 謝謝老師 84.9分 目前是排名第一名 但我覺得雙胞胎的品仁跟品瑜 你們今天也是表現得很棒 沒有永遠的贏家 也沒有永遠的輸家 有機會再一起挑戰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兩組直接回座休息 接下來第三組 我們要歡迎的是 宋耀誠、宋愛玲 來自台中的宋耀誠和宋愛玲 是對國標姐弟黨 在第二回合積分賽當中 挑戰了輕快活潑的捷舞 獲得相當不錯的成績 今天希望他們能夠再接再厲 再次拿下高分哦 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既然既然是高分 我還沒有想過 我不會停止 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宋耀誠、宋艾玲帶來的鬥牛表演 要嘛就不出現 要嘛出現呢 就是在同一場 連續兩個鬥牛舞科 都在今天出現了 你們喜歡鬥牛舞嗎 喜歡 喜歡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可以 MAN 鬥牛舞就是MAN啊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不怕太MAN嗎 你為什麼喜歡鬥牛舞 因為我可以展示 給我換一個字就對了 男子漢、女子漢 平常你會不會很堅強 就是很兇的意思 有時候跟弟弟吵架會 跟弟弟吵架會 平常你的表情感覺 就是你很委屈是不是 那個... 我就會罵他 然後呢 阻止他 你怎麼罵他 怎麼阻止他 因為假設姐姐打我 然後打回去 然後我就會跑走 就讓姐姐打 打完之後 下一個動作是落跑 對啊 你看他們的舞序裡面 都是這樣的動作啊 打完 然後就開始走 然後回來又打 又走 然後一個追 追 這樣子 難怪兩位那麼喜歡鬥牛舞 難怪剛剛這個鬥牛 詮釋得非常好 可是鬥牛 我剛剛看你們都沒有笑 對不對 對 喜歡嗎 喜歡 可是我們看資料 說你們練這支舞的時候 一直在笑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音樂一開始 那個人在唱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好笑 這首歌還滿有名的啊 經典名曲 It's my life 美國搖滾天團 被他說很好笑 應該很傷心嘛 幫先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在台灣這邊跟你說 對不起 幫不上忙了 對 真的幫不上忙了 不過最後那個結論是 他們終於還是忍住不笑了 對 我覺得這一個滿重要 把鬥牛的氣勢掌握得非常好 我們聽聽看評審老師的看法 佩玲老師 我想我可以理解 耀淳跟艾玲的意思啦 你們的意思是不是說 你們跳這條鬥牛舞 跟你們平常比賽 在聽的鬥牛舞的音樂 是不一樣的 對 OK 因為這條幫喬飛的 It's my life 它很有名 但是不是你們這個年齡 知道的音樂 好,那這個音樂呢 老師 老師,如果換個 Baby Sha Do Do可以嗎 Baby Sha Do Do Baby Sha Do Do Bab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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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還是我們唱好了好不好 你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用哼的 然後你們跳 選一小段舞序 好不好 試試看嘛 試試看 預備,去 Bab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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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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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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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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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bod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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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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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bod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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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body Sh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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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佩玲老師請繼續 老師是要給你們稱讚 就是跳這條鬥牛舞的時候 耀成可以很充分的 展現出鬥牛舞的樣貌 你的骨盤推得非常的漂亮 那個線條 那個曲線是非常的漂亮 那艾玲在跳舞的時候 你就是耀成手上的 鬥牛式手上的那塊紅金 你的那個線條也很漂亮 但是有一點點可惜的是 很多不只在做姿勢的時候 那個腳尖要再更完美一點 有時候腳尖會 有做,可是沒有完成 謝謝老師 好,謝謝佩玲老師 邀請所有的小小舞王 舞后來到舞台中央 來,歡迎兩組 馬上來看耀成、艾玲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點四、點五 點六,還有沒有 84.6分 佩玲老師84.7分 好,其實表現得非常非常好了 喜歡舞力全開嗎 喜歡 喜歡的原因跟平常 你們在比賽的場合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可以上電視 同言同語 但是他們講的是 他們內心的感受 可以上電視 讓大家看出你們努力的成果 謝謝你們 謝謝 當然最後我們要非常恭喜 我們的張凱傑、謝曼婷 成為我們今天的最高分 獲得MVP獎金五千元 恭喜你們 恭喜 謝謝你們 三組都表現得非常的優秀 更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下禮拜同一時間準時收看 舞力全開 謝謝你們 再見 大家辛苦了 我們下週見 拜拜